1949年,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前,在国民党大陆时期,从1935年授予一级上将军阶开始,至1949年,共有17名一级上将。 这些一级上将都是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,特别是在军事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。 也因为出身不同,这17位上将最后际遇也不尽相同。 到1949年之时,这17位已有7人已经去世,如冯玉祥。 在1948年时,接受中共的邀请,搭苏联轮船由美国返回中国,参加中共的协商会议。 但途中因轮船出世,与黑海遇难,与女儿冯晓达一起罹难。 这场意外,也有人认为是一场谋杀,此时的冯玉祥,十年65岁。 另外六位,都是在1949年前就已病逝的,如朱培德、刘湘、曹坤、吴佩福、宋哲元、陈调元。 这之中,吴佩福的逝世原因,也有江湖盛传并非病逝,而是遭日本人谋害身亡。 其余的十位一级上将,有六人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。 这六人之中,除了张学良是戴罪身份,受到软禁转送台湾。 其他五人都是支持国民政府的正统性,与共产党水火不容。 再来,接着分别介绍这六人。 第一位,严西山。 1949年11月,李宗仁以养病为由,宣布军政交由严西山负责。 12月,严西山飞抵台湾,并短暂主持政府在台军政,代理总统一职,直至蒋介石复刑逝世事。 蒋介石复职总统后,严西山随即请辞行政院院长。 此后,严西山便定居于阳明山,其间共有近50名中心部署,也跟着迁入,打理严西山住居生活。 至1960年5月,严西山于台北病逝,葬于阳明山。 第二位,张学良。 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,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,就开始展开漫长的幽静生活。 至1946年,张学良被秘密转送到台湾的新竹山中幽静。 之后依序到过高雄,北投幽静。 至1961年,开始解除管束。 张学良选择,移居北投复兴刚自建屋设居住。 此时的张学良可以外出旅行、购物、上馆子和会课,但皆需事先请示,且受到监视。 直到1990年,李登辉担任总统期间,张学良恢复自由。 同年6月,张学良在90岁庆祝诞辰辰时说道, 古人说虚度,我真是虚度的90,对国家、社会、人民毫无建树。 真如圣经所讲的,保罗所说的话,我是一个罪人。 我不但是罪人,保罗说我是罪人的罪魁。 至1993年12月,张学良夫妇宜居居夏威夷。 至2001年,在夏威夷逝世,享受100岁。 第三位,何应亲。 到台湾后,历任中央非常委员会、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。 也曾代表蒋介石应麦克阿瑟之妖赴东京,以特使身份访问韩国。 至1987年,在台北去世,享年98岁。 第四位,陈继堂。 1949年时,陈继堂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。 1950年到台湾,任战略顾问等职务。 1954年11月,逝世于台北或后葬于新北头。 第五位,白重喜。 白重喜到台湾后,任战略顾问主任委员,之后就未再担任要职。 在台湾的生活,过着十分平淡,也常受到台湾情志人员监控跟踪。 至1966年,心脏病突发,逝世于台北。 对于白重喜的逝世原因,还有谋杀的阴谋论一说。 但对此,齐子白先勇表示, 这都是情报人远古正文乱写的。 当时,天天都有人跟着他父亲,如果当局要暗杀,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。 他也说,父亲去世的时候,他弟弟在场,说父亲怡荣平静,大概病发突然,没有受到太大痛苦。 想想,白重喜到台湾的一切,蒋介石也根本没有杀白重喜的必要。 白重喜来到台湾以后,没有任何实权,也没有加入第三势力。 而且,在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地位,且如果白重喜出世,蒋介石脸上也不好看。 所以,足以推翻暗杀一说。 至白重喜逝世后,当局也对丧礼,举行隆重的国葬一事。 蒋介石也在清晨,第一个抵达殡仪馆,寄到自己昔日的战友。 第六位,陈诚。 1949年1月,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。 致蒋介石到台湾后,历任行政院长、副总统等职位。 于1965年3月,陈诚在台北因肝癌逝世,终年68岁。 陈诚逝世后,蒋为陈举行隆重葬礼,并亲自到林前献花圈。 并指令国民党元老和五院院长组成至丧委员会,按党最高级别发丧。 再来,其余的四人是国共内战之后留在大陆的。 分别是唐生智、陈绍宽、陈前和1965年归国投共的李宗人。 第一位,唐生智。 1949年,唐生智与湖南省政府主席、陈前,及第一兵团司令官臣名人,率不近八万人,叛奖投共。 投共后,唐生智担任中共湖南省副省长、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、国防委员会委员、人大和政协、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。 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受到冲击。 据其子回忆,在文革中,他因拒绝参与揭发曾经的老不下贺龙,而受到关押。 至1970年4月,唐生智在长沙因肠癌复发病逝。 第二位,陈绍宽。 与其他人不同,陈绍宽是唯一的海军一级上将。 到1949年时,陈绍宽受解职回乡,闲居不出,后也为副奖届时致请去台湾。 中共建国后,陈绍宽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、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副省长等职。 致退休后,隐居于福州老家。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,为保护陈绍宽,周恩来将陈绍宽安排至医院生活。 至1969年,陈绍宽因胃癌病逝,享年80岁。 第三位,李宗仁。 李宗仁于1948年,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。 隔年1月,蒋介石下野,李宗仁接替行总统职权。 同年11月,国民政府自重庆再度吸撤至成都,但李宗仁没有一同前去。 而是乘机到香港宣布进入医院治疗胃病,并将大权交由延西山全权处理。 后李宗仁转至美国,并未赴台。 在美期间,中共派出程思远,决议策反李宗仁回国。 经过数次蛊惑,李宗仁终于相信中共粉饰的谎话。 老友白宗仁也自台湾发出许多信函,小以大意,不要受共匪的山货。 但此时,李宗仁再也听不进去,一意孤行。 1965年7月,在中共的秘密安排下,自美国前往北京投共。 白宗仁曾经很痛苦地对有人说, 德林投匪,从此,我更没有脸见人了。 李宗仁回国隔年,就发生文化大革命。 8月,李宗仁遭北京红卫兵抄家,但李宗仁后受到周恩来保护起来。 至1969年1月,李宗仁病逝。 关于李宗仁回大陆不久就病逝,也有被下毒一说。 第四位,成钱。 1949年8月,成钱和陈明仁在湖南宣布投共。 中共建国后,成钱先后任,中央人民政府委员,湖南省省长等职。 1966年,文化大革命爆发。 成钱受到周恩来特别保护,未受冲击。 至1968年4月,成钱在北京病逝,中年86岁。